祝福国民主义 祝福国民主义 欢声雷动 爱菲尔铁塔前宣告胜利 法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马克宏二度击败极右派领袖雷鹏 成为法国二十年来首位连任的总统 得票率58.2%对上41.8% 这一仗马克宏赢得并不轻松 气票率创下50年来最高纪录 雷鹏因为亲俄罗斯的色彩浓厚 推升选民 气票或宁可选马克宏 雷鹏落败 欧洲领袖也松了一口气 纷纷在推特上恭喜马克宏 拜登也出面祝贺马克宏连任 这场选举将盛刻影响欧洲 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贸易 专家分析法国可以作为 由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 以及伊朗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之间的中间人 另外法国也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 马克宏在经济上倾向自由主义 这将有利于支持新创公司等企业的发展 进而带动全球经济成长 雷鹏得票率创下他参选以来的新高 极右势力抬头 为欧洲各国敲响警钟 紧接着6月将举行的国会选举 专家分析雷鹏所属政党 很有机会缔造家机 待新闻落在近编译